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家会长单位 海转影视 大唐辉煌 黄一兄弟 爱奇艺 完美影视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库云鼓动 墨铁集团 金英门影视 代表协会联合发表 关于加强行业自律 遏制行业不正直风的倡议 关于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行业秩序 促进影视 精品创作的倡议 8月12日 以华一兄弟妹会长单位 汇集了博奈影视 恒电影视 乐视话影视 唐的影视 心力传媒 影迹传媒 郑武阳光等400瑜伽影视企业的恒电影视产业协会 也发表了关于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行业秩序 促进影视 精品创作的倡议 两份倡议号召成行业 一同恶制添加片酬 营养合同 偷逃税等问题 共同规范行业秩序 加强行业 自律 促进影视行业创作精品化 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条款莫过于 每部电影 电视剧 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华裔 华策 腾讯等多加响应 对于此次倡议 华裔兄弟会硬心惊爆 独角音科技 ID D-U-J-I-A-O-J-I-N-G-K-E-J-I 趁 作为上述两家协会的会长单位 会以深作则积极旅行协会倡议 同时 华裔兄弟会继续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持直根线时 以人民位中心的创作理念 并携取所有协会会员共同维护影视行业秩序 创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 腾讯视频对上数薪酬标准进行了详细戒读 所谓单击100万 以一部30级的巨位力 演员可拿到的最高片酬为3000万 而总片酬最高不超过5000万市值 如果该剧的级数达到60级 演员拿到的最高片酬也只能为5000万 不再依据单击100万的单价进行计算 片酬实行封顶 特别要提出的是 片酬相应产生的税费由演员帮承担 腾讯视频还称 声明对外发布时间 即为正式实行时间 发布时间之后签署的合同 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 都将严格按照声明中提到的条款执行 通过此次的倡议发声 我们希望全行业能联合起来 携手维护影视生态秩序 共同构筑规范 有序的治病环境 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一接近划策影视内部人士则会印证 其意之中适合投入影视后被人猜梯队的建设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理之高品筹现象 我们专注于影视创作的本质 不断提升影视创作的流程化 系统化水平 并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剧本 台诗本身 用最低的成本 最高的效率 为观众提供最好的产品 一位滑测影视内部人士趁 此前8月11日 爱奇艺 优酷 腾讯视频三家视频平台 正午阳光 滑测影视 柠檬影业 词文传媒 雅客传媒 新力传媒六家影视制作公司联合发布 关于意志不合理片酬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4月4日 腾讯 优酷 爱奇艺 也曾联合发布 关于规范 影视秩序 及进化行业风切的倡议 声明中 多发共同抵制艺人 添加片酬 抵制偷逃税 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 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家影视制作公司采购 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 单个演员的单击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 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 此外 上述多发还将共同抵制偷税 陆税 阴阳合同等违法现象 承诺在影视剧制作 高销中加强自律 杜绝各种名母头陆税 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家视频网站连同六家制作公司 将协同线律黑名单机制 一经恒时将停止一切合作 并因法相 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为何笔制添加片酬 为何多家影视公司联合笔制添加片酬的 除了五部委通知精神的倡导外 是否还有产业和心痛点 一位长期从事剧集制作超过五年的人士 告诉新京报 独角音科技 爱蒂 DUJIAOJINGKEJI 影视剧的制作成本相对固定 如果和新演员的片酬不高 则会导致服装 化妆 道具 扣漆等成本被压缩 影响剧集质量 国外甚至有部成文规定 要求演员片酬不超过全部制作费用的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等等 同时 电视剧领域竞争激烈 如果不形成全产业倡议 由于利益的驱动 必然会有公司为流量破例 难以形成行业自制的合力 对于 腾讯 优酷 爱奇艺等平台 虽然也独家制作剧集 但更多以合制 客马等形式获得剧集版权 尚由制作公司的成本上升 必然推动购剧成本上升 以爱奇艺为例 今年一季度其内容采购和制作成本 达到三十九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四 在总成本中价比百分之八十一 今年二季度其内容采购和制作成本 达到四十七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七 在总成本中价比百分之七十七 爱奇艺创始人间FEO公寓 在八月初的二季度财报分析师会议上的发言 则很好的从播出平台的角度 解释了底据天价片酬的原因 公寓称 在二奇艺的成本中 内容成本是最大的 一项是剧 一项是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广电总局在片酬方面 已经给了一些指导意见 这些指导意见主要涉及演员片酬的限制 并且已经开始在执行 电视剧方面 政府和我们都在思考和讨论过程中 还没有确定方案 几个月前 爱奇艺 通讯视频 优酷 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更多的是倡导的意思 没有约束性 未来可能会出台对演员片酬有约束性的公告 优酷总裁 杨伟东也曾在多个场合宣称 对于内容的投入没有上线 足见成本压力之大 因此 作为天价片酬最终买单的播出平台 或许更加期待相关限制性条款的落实 但也有接近一人经济领域 的业内人 是向心经暴读角丁科技 爱蒂 DUJIAOJINGKEJI 表示 几家公司的初衷很好 但只能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未可知 具体而言 片酬超过100万的明星基本都是一线 全国大概不超过50个人 现在影视公司制作电视剧 一般会在开拍前就找到电视台或视频网站等买方 而买方判断是否购买这部剧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是剧中是否有这些自带流量的明星 这也是反向导致明星片酬不断加的根源 也有影视行业人士 像心经爆读角丁科技 爱蒂 DUJIAOJINGKEJI 趁明星基本都有个人工作室 即使不拍戏也可以上综艺 拍广告 同时影视公司给明星的报酬不一定是片酬 还可以是股权房产等等物品 如果未来抵制高片酬发展成行政手段 一些公司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规避 由此行业认为 只有建立稳定的造星机制 让更多新鲜血液加入这个行业 才能让影视业的供需更加平衡 明星片酬虽然高 但根本上还是市场行为 就应该用市场手段把片酬降下来 不过 见面 不过